欢迎收看林杰的私聊小姐 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5月20号 今天要来讲的是我在韩国 差点讲日本 我在首尔住的一间饭店 这间饭店叫做Fairmont Ambassador Soul 应该证据的方法应该是费尔蒙大使酒店之类的 Fairmont它本身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蛮高级的一个品牌 我现在住起来 可能是博越那种等级的品牌 或是像安达士 在大部分饭店里面 应该算是比较顶级的一个品牌 这一集会跟大家聊一聊说 我第一次用会员 就是用他们家的比较低端的会员 亚高的银卡 能入住的一些心得 也会顺便讲一下说 亚高的一些集团 以及我如何入住的 因为如何入住 这边会牵涉到 我使用的亚高的面方券 有一个Achoroplus 我会顺便讲一下 所以大概前半段都会再讲 关于亚高 我知道的一些东西 以及我推荐的 我比较推荐的一个计划 我说计划是说 它其实在亚高下面 有一些付费的计划 你可以付费 就可以获得一定的东西 这样子 我有其中一个是比较推荐的 其实另外还有两个 这个我们就等下再说 然后再来就是饭店 饭店当然就是一路往常 就是有一些体验的部分 其实overall 我先说这间饭店 我给的分数应该会给到90 我觉得是蛮高的 它有几个小缺点 但剩下来 我个人觉得这间是非常舒服 大家来收耳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就先来讲讲看亚高的计划 我先说这一期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都要强烈的在免责声明一下 因为虽然我们每一集 应该大概都是有这件事情 需要免责声明 但是亚高我相当的不熟 我亚高是一直都有在看 但是我没有很认真的看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你自己没有汇集 你自己没有什么钱 在那边你是懒得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之前要顾凯月 然后万豪IG跟谢尔登 就已经觉得很烦了 虽然有一些根本不用顾 你就是知道说 这样子其实还有一个亚高 然后甚至还有什么 温德摩 还有什么Rodisson之类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饭店集团 我觉得我原本打算下一个要玩的就是亚高 因为亚高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饭店 好像是Sofitel 或者是像这一间的Fairmont 或是像M Gallery 我不知道那要怎么翻 要翻中文要怎么翻 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 还有一个好像是Babendiatry还是什么的 就是有一些品牌也是蛮高端 看起来也很好 那我刚好这一次就是在Sofel 想说我之前如果我现在看一轮的话 我会去的住的可能会是 明洞的那几间饭店 明洞的可能是爱美 Aloft 或者是Moxie 要不然就是住 我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都住的一样的就是万峰 因为收到万峰真的是位置又好 然后但它又很便宜 我觉得它位置算不错了 就搭车大概哪边都会到这样 而且又有机场接手 有那个这场专车是直接到 基本上内洞的旁边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舍我骑谁 我这一次其实又想说 哎呀我好像感觉 想一想又会去住那边 但是这一次我后来想说 这个念头一转 我好像还有这个牙膏的 牙膏的一万免房券 跟牙膏一点积分 所以就来住住看Fairmont 好那先讲一下这个 这个牙膏的一些三个 我觉得有三个东西 是他们的付费的会员计划 也就是说你花了一点钱 那你就可以获得 有些像是免房券 有些像是说什么 餐饮两个人五折之类的 那也有一些是固定会给你 这个定期积分 或者是点数 定期积分的意思是说 你有这个积分到达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升到下一个等级 例如说你只要有了 7000点的定期积分 它叫做Status Point 那你就可以进到牙膏的 那个金卡这样子 那白金的话应该是一万四 是一万四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亚 这个是亚膏的亚太区的Aquora Plus Aquora Plus的话 那其实大家都会叫它A加 那个字是跟A加社团的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跟A加社团可能会搞混 所以我大部分会念Aquora Plus 那如果这一集我念到A加的话 也是指这个亚膏的这个计划 那其实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我个人觉得它当然是有不错的好处 因为它里面参加的这个饭店非常非常多 它亚洲区有非常非常多饭店 甚至我会说它可能是一个Apex区的一个计划 因为我看到好像澳洲也可以 或者是说首尔这边也是可以 那甚至它餐饮计划等等的 你都也是可以使用 你都是可以使用 那你如果要参加这个A加的话 目前来讲应该还是会以吉隆坡 应该说以马来西亚版本的会比较便宜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如果马来西亚版本 如果包含 包含两个免房券的话 印象当中是快要 快要两万吧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如何买到马来西亚的A加 那越南也是算便宜的 但是会贵一点点 再来是香港 香港也有A加 台湾 台湾好像也有 但价格更可怕 那如果我今天是香港的话 它没有两碗的 它没有两碗的方案 那它只有一碗的免费 免房就一碗的 价格应该会在 大概在7000左右台币吧 一年 所以你就当做这个A加 就是它大概会有几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说 你就是每个月 还是每一年 每一年都是明年费 你每一年缴一定的钱 那如果你的方案比较好的话 那它就会 它就会给你更多的 它就给你更多的 例如说免房券 或者是有些其他东西 那最多可以高到两张 最多可以多两张 所以不是每个地方 都会有两张的免房券 像香港我看 怎么看到只有一张 那马来西亚好像就有两张 那至于要买一张 还是两张比较划算 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你去找到马来西亚的两张 这种会是最划算的 那当然 这个价格当然会垫上去 价格也是会垫上去 而且这个本身的成本 应该也是会提高 也是会提高 我意思是说 你今天大概会用5000 大概会要多花 5000-6000块左右 去买这一个一张的免房券 那我自己当时候买的 其实就是香港版的 我是直接香港版 然后买了一个Explorer 它就是只有 一个一碗的免房券 所以我这一次 刚好就把这个 一碗的免房券给用掉 那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两碗 就去看两碗的 就去看两碗的 网上也有人在 带卖这个东西 他们是怎么卖 或者是他们有没有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了 我就不知道 总之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个Explorer Plus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 就是我当初在申请这个A加的时候 其实我试了非常多账号 因为我很多账号都不知道 为什么都没办法登录 或者是都没办法成功加入会员 请你跟亚高的这个 应该说Eco Plus的A加的这边的人去好好联系 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会刷卡错误啊 或什么东西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在代卖这种东西 或者是拉群组在卖这种东西 这也都非常非常常见 总之因为人家的商业模式 我们就不便多说 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你A加 那A加的一些权益啊 我这边简单的说一下 那它其实会有一些 对于你参加的这些饭店啊 会有一些的折扣 包含说可能有10%的折扣啊 你就会看到Eco Plus的钱 那一个更重要可能是说 两个人五折 两个人五折的这个餐饮 这个其实是蛮强的 如果两个人五折 然后在这么好的饭店 这样吃一餐 你直接用Eco Plus去结账 那应该是不能再保 应该是没办法再绑房价了 所以你应该是要直接付款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Eco Plus的五折 觉得非常非常的强 那在喝酒的部分 有85折 这个15% off 以及剩下来的话 你会直接拿到银卡 你会直接拿到银卡 但坦白说银卡在牙膏是 等于没有的存在 是等于没有 所以这个A加直接送银卡 希望没有太大意义 那如果今天你在 购买A加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牙膏账号 那这样子你的这个东西 就会全部都绑进去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餐饮折扣 跟你可以拿到银卡 以及免房券 我觉得是A加 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以及A加还有一个 叫做Red Hot房价 就是红热房价 红热房价常常会出现在 它其实会出现在亚洲这几个区域 比如说其实曼谷都有特价过 它就显示说 现在这个房价是 这个Red Hot房价 那可能它就稍微跟你讲说 现在大概6折之类的 对那这个东西 它虽然说写得很漂亮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只是打8折之类的 所以但是还是不如小补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要去某地方 那Red Hot房价的这个红热房价的又不错的话 你倒是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讲一下免房券 免房券 要用的好 你基本上这个就是回本 例如说在网络上有些人会订这个 有些人会想要订越南的那一间Sophitel Legend 就是一个索菲特传奇 那这一间的价格可能都在300美金以上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用把这个券用掉 那你的那一个 就你的这整张券的成本可能就回来了 你这样想 因为你现在花这个东西 其实你大概只花了 你大概只花了多少 你花了大概7、8千 你就获得一碗的免房券 我用我的状况来讲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直接兑换到 一碗1万块的房间 那是不是整个好像就回本了 还小赚一点 当然这其实有很多余病 因为其实你先买这个汇集 你就是为了免房券 那你为了免房券 其实你还是花了7千块 却买了一个1万多块的这个饭店 所以这个大家要先考虑好这一点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是赚的 但它赚是赚在你先买的东西 所以比较像是打折 这应该不叫做赚钱 那像是我自己的状况是 我是订了Fairmont首尔这一间 那时候我是看到有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来 因为看到这个可以用这个 我的免房券换 所以这边就可以 但是网络上有人就说 这个热门的酒店 它并没有那么那么多的免房 或者是你要提早 或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那如果 如果你要用免房券的话 有人推荐说你可以连续订两天 你可以去连续订两天 那可能就会有更多免房券 那我自己就是这个状况 我就是一天用免房券 另外一天用 用现金 最后但是我用点数据折抵这些现金 所以最后我是有订到 那所以这边就是他们的一些 网络上一些资料的一些提醒 那A加还有一些副卡 但是副卡我都 我就没有在处理这件事 我就不知道这个是要怎么样弄 所以就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所以好 那这样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懂了A加的意义吧 其实就是免房券 免房券 那如果你有参与的话 你就有参与 那大家还是要先确认一下 A加这个计划 它本身是在哪一个区域 哪一个城市 你觉得城市有没有 我自己每次都要重新查 例如说首尔有吗 我一直以为这个可能是大中华区的东西 结果首尔有 结果发现澳洲也有 其实服务员是蛮广阔 就像整个亚洲几乎都有参与这个东西 好那刚刚讲的 这才是第一个付费计划 叫做亚膏 第二个我们要讲这个 来自中国大陆的真想卡 真想卡这个东西 真想卡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觉得 它没有到那么好用 这个东西在最近很多社团 不断的狂推猛推拼命推 推到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子推 因为这张卡 它本身能够使用的范围 就是中国 还不包含台湾 就是在这个真想卡 这个东西以外 就台湾又独立了 非常非常奇怪 那真想卡真想在哪边呢 因为这个对岸俗称它叫真想卡 它就是花这个2688的人民币 然后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coupon券 2688 那有时候特加会变成检车300 变2388 那最近应该会有一个什么 618还是518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活动 会再降 可能一样会到 也是22多吧 反正就23.0左右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自己去 自己去买 不过你可以先听听看 第一件事情 你会拿到免房券两张 如果你是买超越版 然后直接讲超越 我们又不讲那个比较低阶 是什么欢越卓越 不重要 我们只讲超越 那免房券你会获得两张 五折的房价折扣券两张 七折房价折扣券两张 好 那再次客房生存卷 延迟生存卷 三张两张 酒廊的礼遇一张 免费早餐券四张 还有五折的自助餐券 无限 餐厅七折券五张 校茶五折券两张 红酒一瓶一个蛋糕 一张 以及SPA七折券一张 两个小时会是一张 干洗熨烫五张 好的讲完了 其实我觉得滥于充数居多 就连蛋糕都可以算是一个 所以我讲最重要的 最重要其实 你就把它当作是 中国区的亚膏 但是它就是有两个免房券 有一些折扣房价券 但是因为我没有实际去查过 这东西可不可以 好不好用啊 你知道免房券 它好不好让你使用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九郎里鱼卷 盐腿卷 以及 以及那个自助餐卷 自助餐卷 这个就可能 可能有些自助餐 那它就可以两个人 两个人五折啊 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看起来是很不错 但它最大的问题是 这些只适用于中国大陆 香港跟澳门 没有台湾 没有台湾 而且它有排除排坏的一些条款 排除某些饭店条款是 这个深圳的莱佛市 以及上海的菲尔曼 还有澳洲银河莱佛市 好了 那这三件当然是 我觉得我印象中是蛮好 反正尤其那个上海那件 好 听说不错了 那所以说这个 就砍掉这些 也就是说如果你针对于 你常去中国 那你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完 我觉得这个卡 对你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但像我是一年 可能就去个五天中国吧 我有很多的计划可以玩 所以 这一个对我来讲的 诱因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少 那我刚刚没有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超越版 它其实 它其实还会再赠送 30个定级房碗 30个定级房碗 我先来讲一下 雅膏的这个会员 雅膏的银卡 我忘记是多少碗 30碗的话 可以直接升到金卡 30碗是金卡 那再往上去的是白金 是60碗 那白金就是这个 比较有正常一般 一般服务的一个地方 包含说酒廊 包含连退 包含有机会升级的套房 都是在白金这一层 所以说 你拿30碗的 你会减少一点 你冲到这个60碗的时间 你就是至少先拿30碗 所以 其实超越版 大家对于那个里面的package 一点都不在乎 大家都想说 这个30个定级房碗 然后加上一些免房券 如果免房券 其实只要能够两张一共掉 大概就会回本 因为毕竟你想 这个是2000多人民币一个东西 2000多人民币这样成效率多少 其实不到一万 虽然说中国很多的饭店 其实很便宜 中国饭店现在便宜的要命 所以 这个东西 有没有那么划算 大家可以自己去估算 自己去估算 这边就不多说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定期房碗的话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只是说这个卡 它在使用的时候 真的 真的 都要用 你都要进 你都要进你的微信小程序 或者是你要进 这个奇怪的地方飞出 然后才能去使用这些卷 也非常的奇怪 那建议大家还是 如果可以谨慎考虑 真的是可以谨慎考虑 如果你有住到 你住得到 这三个地区的免房券的话 划算 那如果你住不到的话 就看你要不要仿晚 要不要仿晚 那有人讲说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冲击 冲击金会有很好的方式 No 其实最好 这个升到白金的一个方式 我会推荐下一个计划 下一个这个亚膏的一个计划 又是另外一个奇怪的 奇怪的付费计划 叫做All Signature All Signature 这个东西 它算是一个 刚推出的时候 是只给巴西人去买的 那后来 他们就开放给全世界 那这个里面它的语言 它在这个网站的语言 好像是葡萄牙文 所以这个你有时候 可能会需要借助一点点翻译 但我觉得葡萄牙文 长得跟英文87%像 它有三种方案 一个叫做 Discover 跟Explorer 跟Absolute 这是从低到高 那一样 其实这个东西 我就划翻为简 就直接讲 我觉得唯一适合买 就是Absolute 就是最高等级的 那它有月付 继付跟年付 就是一个月付一次 三个月付一次 跟一年付一次 一样 直接上重点 每年付 也就是最贵的那个 就是这个表现最贵的那个 就是Absolute的 这个年费版本 好 那Absolute年费版本 可以干嘛呢 我们先说Absolute 本身可以做什么事情 Absolute它每个月 会给你奖励积分 也就是他们的点数 5000点 每四个月呢 再给你奖励积分5000点 非常非常有趣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点数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 如果你今天有合作伙伴转分 转分进来的话 你还会再额外多加10% 以及这个积分是不会过期的 是不会过期的 那如果这个东西 为什么比较适合拿来冲白金呢 原因是 它每个月啊 会给这个Status Point 其实就是给这个定级的 保级的积分 是1000 每个月给1000 那你12个月就 就12 不是12000 就是12000 那大家还记得白金要多少吗 要14000 所以其实你要上白金 你只要再 再住个几次 然后当然可能这几次消费 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这个 你要去算一下多少 多少消费才能拿到 2000的Status Point 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 但是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也比较好处理啦 个人觉得它这个也是 比较好处理的 那比起你要直接去 硬充个30万 或者是40万 或者是60万 或是你有买了很多这个会员 但是可能都用不到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相对来讲 比较好使用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个福利 我就是直接跳过 那接下来来稍微算一下 这个定级积分的部分 那定级积分应该算完了 就是12000 所以你12000 其实你只要订了这个东西 拿了7个月吧 你就先到白金啦 因为它的7个月 它的白金是7000 每个月给1000 你一下就到白金了 那再来是往下 我刚刚我看网站上有人说 如果你是买这个Apple最高级 那你只差大概2000点的定级积分 就是这个Status Point 那按照亚高 亚高酒店它的这个点数要求 是10欧元 会有25级的定级积分 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在亚高这边消费800欧元 就可以达标白金 也就是你刷了800元 800欧元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2000的Status Point 那所以我自己 我会我自己倾向这样理解 我会理解是说 我今天买了这个巴西的 巴西的订阅制 第一个我每一个月都会拿到 真的可以花掉的点数 第二个我每个月都会拿到 1000的Status Point保机的点数 那所以我12个月后 自动会直接上到下一集 这是已知的 这是已知的 那再来当然 因为你一个月 其实就要充满 14000 你才能上白金 所以说你在这一年内 你必须要再花800欧元 在亚高的饭店 你就可以有2000的定级积分 800欧元我们估出一点 我们就当做是3万台币 所以3万台币加订阅制 这个巴西的订阅制 你是不是 就有这白金 算香吧 我觉得是香的 因为本身这个巴西的订阅制 是有在给你可以花费的积分 可以花费的积分 所以好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 这个什么意思 那这个Absolute 它这个给的 这个最好的方案 是每个月获得5000 那每四个月会再获得 额外奖励5000点 所以一年你会收到 7万5000点的 这个亚高点数 那7万5000点等于多少呢 7万5000点大概是等于1500欧 应该有人会对于这个数字 有点不太熟悉 但在这个亚高 它的积分是一个定值 它的积分并不是像我们平常在 万好或者是凯月 去直接或直接去兑换 例如说免房 或者是有多少 例如说7万点的房间 那就是7万点 你要花7万点下去 不是 亚高这边的这个积分 是可以直接折底现金的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规定是这样子 每2000点积分 你可以去兑换 这个40元欧元 去折掉40元欧元 就跟你那个 信用卡的现金回馈 一样 就是你可以直接选择去折底 所以这边 这个概念 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讲说 Apple你一年可以拿7万5 为什么可以直接 转换成说 它的价值其实就是1500欧 是因为 它的点数折现金是定值 它是完全就是定值 就2000比4000欧 2000比40欧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 这样的7万5除以 2000再乘以40 就可以只要说 它的这个价值 大概是15000欧 所以大家有感受到 这个厉害的地方吗 第一个是 你买的这个东西 它不断点数的价值 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你是打折买的 你甚至你是打折买的 例如说 你买Apple年付的话 这边手续的金额 网质上 这个人家的网质上 出估是 1234欧元 我们就自首入 编成1250欧元好了 1250欧元这样 那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你其实 你花了1250欧 你买下去 你所获得的点数 是大于1250欧的 对吧 因为你会获得 1500欧的点数 而且这个点数 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fixed的 它不会突然跟你讲说 2000 目前都没有了 目前我所知的情况下 都没有说什么 2000现在只能兑换30欧了 我目前都没有 目前就是2000点 都是可以兑换40欧 这也是一段时间的 所以等于是 你花更少的钱 去买到更多的点数 当然它有一年之后 才会进账 在过程当中 你买了便宜点数 你还甚至可以 用一个800多 花费800欧的方式 你就可以上到白金 听起来有没有觉得 这个比一直有人生产的牙膏 A加来的好很多 如果你今天目的是什么 你今天目的是 你今天目的是免房的话 好OK A加绝对是一个好事 如果你今天目的是要 吃饭店那几件 AQORPLUS那几件 3.5折 对那也是A加的长处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冲击的是 汇集的话 坦白说连真香卡 我都不推荐 因为真香卡 他给那个30万 你必须要再另外去 买另外一个计划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计划 是会给20万的定期房碗 所以你就 东市买去马西市买按键 你会买到30加20 然后自己手动自己 再充10 10万这样子 但我其实觉得 不划算 因为 那个东西就是 你跟一个 这等于是你跟别人买汇集 但是这个方式 你除了 你就是只要躺个一年 然后你在这一年之间 记得去雅膏集团 花个800元 你花了800元就结案了 他就累积进来了 你就隔年就自动是白金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轻松 真的 真的是蛮轻松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也是可以考虑 这一个走法 我觉得30加20 那个方式也不错 但是这个巴歇订阅词 也是不错 但是我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巴歇订阅词 它的货币 是 它叫雷尔亚 好像是 ROK还是什么的 我看一下 我不太知道 这个币是什么 但总之 这一个 这一个钱 这一个 它的幅度 是有在跑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幅度 所以大家在用这个 这个巴西币 刚刚查到是BRL 是BRL 这个雷尔 雷尔 对不起 雷尔 这个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钱就不会像 不会像大家那个币 会那么的稳定 它有时候会高高低低的 所以你在计算成本的时候 请你务必再算一下 你的这个 YP的成本 然后再折算 你既然最近刷卡 大概会刷到多少钱 我们刚刚给 我们刚刚给这个算的都是 这篇文章应该是 是今年三月的文章 现在录音时间是5月20号 所以大概就是当参考就可以 数字应该不会差不多 应该还是会划算 但是呢 这个汇率 我也没办法说 我也没办法说准 好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这个人就是很 我这边 我自己是其实很推荐 很推荐 因为这个东西你很简单的 你很简单的可以拿到一堆点数 你可以拿到7万5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点 提掉你的住宿这样子 好 那所以像我自己的这个状况 我自己这次做Fairman的第一晚上 我就是用牙膏的牙膏 这个A家的那个Coloplus的免房券 我先换掉一碗 我先换掉一碗免房 因为我发现 我在查的时候发现说 我这家有参加Coloplus 所以我就按下去 想说哇 太赚了 因为 一个晚上大概是1万1吧 那么1万1台币 我想说 我之前估计大概在8000以上 就会是划算 甚至我之前还想说 我要不要换曼谷 哪些Softel 就结束了 但我这次看到 想说不换白不换 因为 如果我都来了 那我就干脆把它换掉 因为我这一趟也是比较紧急 不对 比较临时过来的 换掉 然后第二碗呢 我就先按了一个 先按现金房 那我在零柜的时候 再跟他讲说 我还用点数去把它折底掉 那这边其实网织上面 别人的网织上面 有讲说 不太建议你用点数支付 所有的费用 就是你可以留个10欧 然后用卡去支付 因为这样子 就可以直接累积一方 或者是 如果你需要激活 每一集的活动的话 那其实你是必须要 有一定的消费 你是没有消费 是没有办法 所以不建议你全部抵掉 不建议你全部抵掉 那其实因为我这次 在柜台的时候 他就没有帮我全部抵掉 他就留了一点点的金额 让我刷 所以这个应该是蛮安全的 但总之啊 你不需要全部去把它抵掉 这样子 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抵掉 比较在check out之前 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数字 我觉得是很好 那这个点数使用方式 我刚刚在check in的时候 其实就跟他说 我用点数抵掉 那就是有记忆封信 到我的email里面 然后他就在柜台 会问我说 那个验证码是多少 验证码问完之后 他就会把那个点数 从我的账号里面扣除掉 然后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这次入住 Firmout是没有花任何钱 因为钱之前都花过了 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比率 真的是蛮好的 难怪之前有人说 这个亚高的一点 大概折合台并 大概0.6 0.7左右 那也是旅人卡 也是会封旅人卡 转点的最佳伙伴 因为会封旅人卡 我们今天转 长荣 我们今天转滑航 其实这个大概都是 0.5多 那但如果你用得到很好 你能开个票最好 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想说 如果想用在饭店 但是在旅人卡 所有的饭 对转到换店里面 其实都不划算 唯一一个划算的 其实就是牙膏 那这一集的 刚好这一段 也是这个牙膏的 点数的一些用的方式 但因为我觉得 这一集的节目 有点太长 所以我就下集 就把它放在下集好了 我就把它切一下 那你们就应该 隔天就会听到这一集 就听到这个 Fairmont的开箱 好这就到这 我是小杰 我们下期见 拜拜